我们的挑战继续 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善良登场 掌声有请 陈恶儿 回头了 1 2 1 2 3 Go 那么跟我手表跟我去滑跳了 咱们右手表滑跳 那么右手表跟我滑彩虹 咱们左手表滑跳 咱们新歌唱片 画一个嘴巴层 作为有歌三当口 狼狗 怎么就像狼狗 小家两位狼狗 太好了 真没听出来这是哪首歌 是四川方言版的 对 因为我们改成了四川话 二位来自四川 对 成都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 我叫佐尔 是一名乐队主唱 也是一笔吉他手 就是我的爸爸沙爷 这是爸爸呀 是的 他看着够年轻的 老爸的真实年纪 今年有 五四 五十 五十四 五十四 他看起来真挺年轻的 年轻 都说这个女儿随爸爸嘛 咱们这长相都喜欢声明 长相比爸爸漂亮多了 但是性格随爸爸 对 女俩一上去 你看特别开朗 特别欢乐 就说明妇女俩私下 这个感情非常非常深 对 但是我们就是家庭氛围很欢乐 但我妈妈就很希望 我们能够合作一些什么作品啊 一些歌曲 爸爸都创作过什么歌曲啊 就很创作一些带地狱色彩 不光是四川的 那您擅长变脸啊 音乐就是我们家乡那边的 就是农民耕作啊 因为爸爸出生就是农民嘛 然后一些农民耕作的歌呀 就是当地地狱形容四川放眼 唱的这种歌 能让爸爸展示一下吗 为什么你要豪羊 因为你要头破娘 为什么要豪羊 因为你要住家庄 为什么要豪羊 因为你要头破娘 为什么要豪羊 因为你要住家庄 包羊就离不开这两件事 不是娶媳妇就是要嫁人 对对对 好 爱单身一看老爸 这是有功底的 对对对 还是帅 对 所以就是我俩 不是为啥不能一起 那个合作一个正儿八经的音乐呢 就是有很多矛盾 它是一个非常有功底的 然后对音乐非常严谨 非常追求品质的 你是什么样的风格 能给我们来一个小展示吗 这个琴在你的手中 又是不一样的风格了 这个要表演的是什么 我的一首原创叫 《我要在北京买套房》 就这歌名 老爸眼泪就下来了 在北京买套房 我是一个票在北京的穿妹子 没有方向没有什么红位计划 打开手机 麻烦广告把握戏 欢迎我的窗 望出去又不又散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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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买套房吧 好 我觉得先一小段吧 你要回头看你爸 我觉得画面特别感动 他一直在给你打节奏是吧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垂胸顿足 音乐的风格上来讲 就是跟老爸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我的观点和他不一样 我想做原创音乐 想要做自己的乐队 乐队这块也让我分了很多的精力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说 兼顾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同时每一件事情就都做得很好 但是他就非常不认可 觉得我在忽悠 当时老爸说了一句很重的话 非常重 当然我也不知道会操作那样的后果 我没有通过大脑思考 就我很激动 很愤怒 我当时就认为他是不负责任 就有这种效果 您说什么了 然后我说 如果你不是我女儿 我真看不起你 这个对他造成很深的伤害 后来我也跟他道歉了 希望取得他的原谅 我作为父亲 不该用这样很恶毒的语言 去伤害他 其实我也很难过 你知道 在父亲的眼中 这是对音乐的态度 但可能在年轻人的世界当中 这就是现在的节奏 而且就父亲说 他怎么怎么不理解女儿 他不理解你嘛 他今天陪你来参加黄金一百秒 是啊 你看你爸爸打扮得像你哥哥 对不对 在台上比你活蹦乱跳 比你显得还年轻 这就是父女之间相互的影响 这就是父女之间相互的影响 而且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男人 比像爸爸一样更爱你 所以父女俩的合作接下来很重要 还是希望你们一个最好的状态登上舞台 你为什么选白蛇传呢 选那个 这是接下来表演的曲目对吗 对 白蛇传 他就一岁多 会喊爸爸 会叫妈妈 然后会唱 前年登一回 这个很神奇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歌 嗯 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对 是我们俩开始了第一首歌 好啊 所以非常期待一百秒父女俩的合作 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 请大声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四君子总被发光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央视频继拍广场 我和我的一百秒短视频征集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中 不管是才艺展示 还是分享故事 只要上传您的专属一百秒 是有机会赢得奖品 或参加节目务志 赶快行动吧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老海走起 来咯 全面等你回 和你回来 全面等你回 我回来 是谁再编 说爱我永不如天 只为这一句 啊 断香也无缘 雨昔水 风流泪 梦缠绵 情有远泪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西湖的水 我的泪 我情願和你化作一炮花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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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奔一回 奔一回啊 千年奔一回 不回啊 千年奔一回 挑战成功 恭喜你们获得由 吉日大神提供的 精美低品一份 谢谢